国际间火山最近是蠢蠢欲动 除了冰岛的冰雨火之更 美国夏威夷基劳雅火山 还有菲律宾的坎拉欧火山 跟印尼的伊布火山 这两天都不约而同的大喷发 无人机的空拍画面看到 地表的裂缝不断冒出火红色的岩浆 景象触目惊心 全世界最活跃 也是观光客人数最多的火山 夏威夷基劳雅火山3号再度喷发 美国地质调查局 设在夏威夷火山的观测站表示 这次火山喷发 位于基劳雅火山口以南大约1.6公里 同样的位置上次喷发 已经是半世纪以前 菲律宾中部的坎拉欧火山 也在当地时间3号晚间喷发 政府官员警告 火山可能进一步喷发 产生危险的气体跟火山灰 下游河流更面临山洪 土石流跟其他灾害的风险 已经要求周遭的居民紧急疏散 三家空空公司也取消了32个航班 印尼东部的一部火山 则是在4号清晨喷发 火山挥住直冲云霄 高度超过5000公尺 时间持续了两分半钟 一部火山五月喷发的时候 当地曾经撤离周遭7个村落的居民 这次半径7公里以内 也都划入了警戒范围 不准人员进入 才有点变业